10月23日,由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与东方卫视联合出品的大型青春绿剧歌舞经验节目《中国梦之声》下一站传奇,媒体发布会在上海剧办,女生战队传奇创始人吴亦凡,奉献,周笔唱,男生战队传奇创始人陈伟卿,邓紫棋,悉素亮相, 传奇创始人们在现场参拟游戏鼓动员的欢呼声不断,而节目总导演严敏也首都面对众多媒体坦诚创作出新,是为了给整个演艺行业注入更多新鲜事业,也为所有关心演艺界的青年人带来一些新的思考,陈伟霆送借现场展现身推理,鬼猫五年拍秒电表情猫下一站传奇,首度采用男女阵营分队海选的全新赛制, 由吴亦凡,宋千,周笔上率领的女生和尔战队,和陈伟霆,邓紫棋,胡海权代表的男生挺齐全战队正面对决,而在发布会现场,不禁来,女战队传奇创始人,继续相爱相杀, 节目组为了考验创始人之间的默契,更是直接玩求猜物品归属游戏,掀开桌面的红盖头,当看到夹子,电脑,唇彩,香蕉,燕麦五样传奇创始人的贴身物品时, 男生战队传奇创始人陈伟霆,十分笃定的表示,电脑一定是无意烦的,因为有一次在飞机上遇见,他就在用电脑创作,出乎意料的是, 互称口,兄妹口的妹妹邓紫棋,却满脸疑惑质问哥哥陈伟霆,你怎么知道这是他的电脑,他的电脑长这样吗? 而陈伟霆回应,电脑还能长什么样,演得全场大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陈伟霆竟将科欧加自科欧误认成科欧剧加刀口, 还提出要看女生战队传奇创始人的手指甲进行推理,令女生战队传奇创始人啼笑皆非,同时也将现场欢笑气费催却高潮,轮到女生战队猜测的时候, 后,宋千鸟变福尔摩斯倩认为,燕麦是邓紫棋的,因为紫棋活得比较健康,却不料吴一法白手坑队友, 你是说陈伟霆不健康喽,害得宋健百口莫辩,只得无奈福尔,最终,女生战队传奇创始人达成统一意见,成功猜出燕麦是邓紫棋的, 香蕉是陈伟霆的,而男生战队传奇创始人也成功猜出唇采是宋健的,加刺是周笔畅的,电脑是吴一凡的, 男、女两对这样的知己知彼,也令主持人倍感亦万,五连拍的惩罚也变成欢庆五连拍, 五人同框个展规马姿势化身包款表情包,在先全场热情,模式首创男女对类综艺, 总导演严敏分享创作初心,作为节目模式中,最大的核心创新点, 中国梦志生下一阵传奇,至交男女战队经验大堆类, 节目组从13,696名海选选手,中京挑戏选出108位梦想学员, 并将他们以性别奔队,通过多轮唱票结合的经验比例, 节目的歌曲也将同步在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QQ音乐, 酷狗音乐,酷我音乐三平台上线,最终决出年度最佳唱票MVP, 从而传递出本来无双,天生要强的梦想价值观, 弘扬励志正能量,节目总导演严敏, 谈及目前网友对节目赛制公平,信以发的讨论时, 他表示节目在选材上严格按照能力标准,必须唱跳具佳, 颜值只是起步,但并不是全部,而且, 真正的公平,是给所有真正努力的,真正有天赋的, 真正有能力的人创造成功的机会, 恰恰我们的节目正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舞台, 而此次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作为联合出品方, 在其平台内打造主题专区, 通过投票打榜的方式,助力有实力的学员再次逆袭, 回到下一站传奇的舞台, 启动仪式点燃现场激情腾讯音乐娱乐, 打造网台联动新交点在启动仪式上, 东方卫视的各位领导,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代表, 节目总导演以及五位传奇创始人, 佩戴上,想盯着热血与青春的传奇戒指, 共同喊出人人本来无双, 我们天生妖巧, 正式拉开中国梦之声下一站传奇的帷幕, 一直以来,腾讯音乐娱乐集团, 都十分重视年轻艺人的音乐发展道路, 作为中国梦之声下一站传奇的联合出品方, 不仅对中国梦之声下一站传奇的制作大力支持, 而且腾讯音乐娱乐将继续借助自身强大的平台资源支持, 打造垂直网台联动新交点, 区别于以往的视频网站与电视台的联动之外, 腾讯音乐娱乐旗下QQ音乐, 酷狗音乐, 酷狗音乐三大音乐平台, 陈景氏音乐社交联动也会加入其中, 并且,当节目最后男女学人出道后, 腾讯音乐娱乐会为两个团体, 打造新专辑及落地活动, 为演一行业这些新鲜事业的追梦之旅, 提供鼎力支持, 传奇赛到了已经开启, 在这个舞台上, 用才华和实力证明自己, 绽放最耀眼的光芒, 每周日的21点档, 和腾讯音乐娱乐一起见证传奇的诞生, 感谢观看,